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最近中国蓝蓝已经结束世界杯的真诚 回到国内备战亚运会的比赛 这一次的亚运会在杭州举行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呢 我们早早就已经确定了目标 必须得争取在本次大赛 打败各路强敌登上最高领奖台 拿到亚运会的冠军 那么所以这一次的赛事逐渐临近 我们看到中国蓝鞋也在最近呢 正式官宣了我们参赛的12人名单 而此前呢关于中国蓝蓝主帅的一些问题呢 也是逐渐揭开了选念 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首先从目前公布的12人名单来看呢 和此前的世界杯集训名单呢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区别 不过这一次呢 可能唯一一比较大的争议就是 郭爱伦呢再度没有入选了 引发了大家很大的一些猜测 当然从目前来看呢 因为郭爱伦呢 自乔帅进入中国蓝蓝以来 就基本上很少参加他们他的集训 所以其实这一次不能够出战亚运会呢 也可以理解 因为他和我们队友之间的一些配合 肯定是缺乏默契 也很难贯彻好乔帅的战术 所以这一次对于郭爱伦而言呢 这个结果应该也并不意外 除了这份名单值得关注之外 另外一方面呢 很多球迷啊 还非常的关心说 这一次中国蓝蓝会不会更换主帅呢 因为在之前的世界杯征战中啊 乔帅的整体的用人战术啊 固执的态度啊 引发了很多球迷的不满 不少球迷都呼吁呢 乔帅赶紧下课 让杜峰或者郭世强挂帅 中国蓝蓝带队在亚运会 拿到更好的成绩 当然从目前来看的话 按照媒体人分析的形式呢 可能很多球迷的愿望要落空了 因为接下来乔帅大概率 还会继续带队 征战亚运会的比赛 在之前世界杯惨败出局之后呢 在赛后的发布会中 乔帅就已经明确表示通过本次世界杯发现了很多的问题 那么后续他希望带队呢 能够拿到更好的成绩 也可以不断的成长 按照乔帅的意思啊 那么这一次世界杯结束并不是他的终点 很有可能只是一个开启 那么后续啊 他会继续带领中国的呢 反啊 绝地反击 争取拿到更好的成绩 来证明他们的实力 其实从目前来看的嘛 姚明呢 之所以没有安排乔帅下课呢 应该也是有他自己的考虑的 因为之前呢 我们很清楚呢 中国男男的频频更换主帅 并不能够给球队带来什么 而我们真的是想脱胎换骨 想要改革的话 必须会引来阵痛 包括成绩不稳定的 也是在我们预料之中的 如果说中国男男真的想学习欧洲篮球那一套的话 你给乔帅一年半载的时间肯定是不够的 起码要给他五到十年的一个周期的时间呢 他才真正正正能够给中国男男带来一些质的变化 所以我们才会说呢 这一次世界杯呢 只是一个开启 包括亚运会呢 恐怕也只是一个啊 试验的地方 对于乔尔杰维奇来说呢 如果姚明以及蓝鞋真的会放手 让他来干的话 那么未来将来还会有很多的改革 或许将来还会有更多年轻球员入选中国男男 而一些大家自认以为是西边联赛的顶级主力呢 很有可能会落选 所以各位球迷呢 也得有一个心理准备 但总的来说呢 我觉得我还是啊 看好姚明所安排的这一切 我们也期待乔尔杰维奇 接下来呢 在中国男男这边指教 真的能够给我们带来质的变化 好了 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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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